大家好 我是哲平哥 我現在就在伊朗 有一個叫做切拉子的地方 切拉子是什麼意思呢 有一個叫Sheraz Sheraz如果你們喝紅酒都知道 有一種提子叫Sheraz 在澳洲酒比較出名 相傳據說就是伊朗Sheraz這個地方 傳出去的提子 所以提子叫Sheraz 就去了不同地方發揚光大 很漂亮啊 這裡的清真寺 其實我今早是這個巴士站 這個巴士站挺可愛 伊朗這個地方其實都是小眾 不會說很多人會特地過來伊朗玩 這裡是一個廣場 前面就是一個巴薩 巴薩即是一個市場 跟土耳其那邊一樣 有巴薩市場 跟中東那邊又有些不同 他們有什麼Sheraz 一條街道很多東西賣 這個叫做巴薩 很多東西賣 看到不看到 這個也是一個巴薩 B-A-Z-A-A-R 巴薩 拉 зад 我們現在並在酒店內 要到處走走走走走走 都不知道這是什麼 都這邊是寫的 哇 この糖果和土耳其糖果 都適合 而 количе 我來了這麼久 真的不是很久 我仍未见过一个亚洲人 不论是香港 中国 台湾 日本 韩国 这有很多干果 葡萄子干 难道这就是Sheraz的葡萄子干 要买些回香港食口 这些是杏仁来的 他们很喜欢买这些同煲同碟 就是用来煮食 有些熟悉都是用铜来做 因为现在大陆还封关 所以没什么大陆人 刚才有个Iran的人问我 为什么现在大陆人不来的 我就跟他们解释 现在大陆封关 如果你出境 没什么特别的原因 不让你出境 剪你的护照 所以就来不了 买咖喱粉 这些市场都是给当地人 买购物的 这些用来装咖喱粉 装香料 这些市场都是当地人走的市场 都有一些首饰卖 写着的 这些应该像是银 不锈钢 很多不同的款式 这样的格局 就像是银 这些是给当地人的首饰 其实我今早来的时候 我已经留意一下 有没有珠宝店 但始终 赤拉子这个地方 不是有些很商业 很富裕 不是首都 都有些食物 所以都不会说是很发达 真是发达 那些很赚钱的地方 都没有什么很漂亮的珠宝 不过我有时做珠宝店 尤其是中东的珠宝店 久不久 都会有几间 由伊朗来的珠宝商 不过主要是卖宝石和银 这些就是第三裤 就是 我们不要看中东女人 穿件黑衣 黑袍 好像没什么 其实里面 穿上的东西都很厉害的 穿上的东西 很纷纷 真是 五盒绿色的 所以不要少看中东女人 哇 厉害厉害 他们不穿给你看 不代表他们不穿给老公看 这些就是白沙 白沙有大有小 好像之前土耳其那边 那个高兰白沙 就是超级大的白沙 什么都有 当然土耳其这些大城市 曾经这个Saras 都很辉煌过 有个古迹 叫做波斯波利斯 就是曾经波斯帝国 接待爱宾的地方 有个建筑物很漂亮的 这些我都会去看的 做游客一定要看的 我看到这里 他们很喜欢 突然间有个洞 就是排水的地方 民间指挥 他们很喜欢养鸟仔 我发现他们 养鸟仔不是我们平时的 他们养鸟仔 像麻雀的物体 刚才我去了一个 叫做粉红色 清真寺的地方 始终我这个珠宝频道 我就不说那么多其他旅游 有兴趣的上网查一下就知道了 其实这里很古色古香 可能游客就真的不太多 所以他们很多东西都可以保留 我也不知道自己走到哪里 电话就是没有电 都是一样的 都是一些中东国家 他们会斜斜地 的水流去中间 中间就去水 都是一些传统建筑智慧 上面有些去水的位 水就掉下来 掉下来 排水排去座 这里有个大广场 也有很多铺 可以给你喝咖啡 吃一下东西 都挺热的 挺漂亮的 一个坐的位置 是不是有地毯 他们这里吃的东西 多数都是那些中东包 有些烧烤烤的羊 牛 现在时间大概是下午9点半 是没开的 其实已经开了 中国人没来之后 曾经有一段时间 很多中国人来 因为那时候突然说 面签证 一面签证 那些照片又漂亮 那些网红又打卡 那会突然多了很多中国人来 那带动过这里的经济 旅游业 但是现在突然有一个疫情 所以很多都关闭了 哇 这里很热 太阳真是擒劲 伊朗最有名的当然是地毯 这间有个大广场 中间就有个雕塑 是有个人 这种地毯 两个人 挺有趣的 其实比我感觉上 和其他国家 其他地方的土耳其 中东的感觉是一样的 喜歡放一些小桌子 好熱啊 買一瓶飲品 買糖果,糖果也很漂亮 裡面有個女生在做糖果 是烏奇餅來的 先關機 好了,這一杯錦的東西 它收了50萬 50萬即是多少錢呢 50萬我也不知道多少錢 謝謝 有杯錦的東西 那些叫什麼石榴汁 這裡很流行 來去都是兩種 一是石榴,一是橙 即是它才炸的 我想這杯飲品50萬 是不是50萬還是50萬 Hello 你去哪裡? Hong Kong Hong Kong Footba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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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知道是哪些 這個是他們一個城堡 那就是 I love Suraça 可以進去的 但其實都沒什麼特別的 普通是一個城堡 剛才我進去過 裡面有些類似青森子 那些圓頂 拱形 但是反而 因為可能是軍事 軍事的東西 關係 反而就不是那麼漂亮 都用些泥 砌成的東西 反而在外面看 是挺宏偉的 說回這杯飲品 那是挺好吃的 真的 它不用加糖 它的石榴 看著它 這樣壓一下 壓些汁出來 是好吃 50萬 不知道多少錢 即是1元美金 現在對4萬 那沒理由50萬 這麼貴的 剛才我給了一張紙 應該是5萬 應該是5萬 不是50萬 我都沒那麼多錢 因為這個國家 是比較封閉的 你看到它們保留得很好的 其實現在9點半 是不是還沒開呢 其實現在我在走 其實已經是 Suraça的一個市中心 是最中心的最中心 伊朗的Suraça最中心 就是這樣 它又不可以說很旺 不在一些發達的城市 都是一些土耳其雪糕 看到兩個男人坐在那裡吃雪糕 晨早溜溜 有人在吃雪糕 賣一些乾果 糖果 它這些很過癮 用糖來做一瓶東西 然後刺下刺下來吃 它們真的很友善 這些是糖果還是醃菜的物體 看裡面有些妙結糖 看裡面有些妙結糖 這些是糖果蒸了一瓶 之後刺下來吃的 多有趣 這條街都是賣糖果的 晚上應該會很漂亮 晚上我出來拍片 先看看 看裡面 它們在醃一些什麼 好像有些果汁的物體 很開 都不知道是我在喝的 嘩 好酸 聞到的味道 它們在那裡吃雪糕 晨早上不吃早餐 是雪糕 真的這麼像我兒子 這間店 我剛才看到一條坦隊 一路都有人坦隊 就是吃那些餅 按下按下餅 就是在裡面 裡面在這裡 看不看 我轉一下轉一下 轉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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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做點餅 然後砍下去 一砍漿 然後烤出來 就拿出來 然後就在這裡 撇餅 它們露啤我 不敢拍 其實都挺有趣的 就是一個普通的地方 商場仔 都有一些這麼漂亮的磚 就是很有心思的 大家知道可以 也是被人用來喝水 洗手的地方 都可以有很多不同的磚 顏色 整得挺漂亮 那我來了 雖然有一個上午 但是我感覺上 又不是太難來 就是 是奇怪一點 我覺得這裡有些 人比較奇怪 就是 他們比較隨意 我覺得是中東人 其實他們的身成性格 比較隨意 或者隨和 好像我過關的時候 我的護照 不知道是否出了什麼問題 他不知道過極過不了 平常會扔印的 才給過的 好像不知道過極過不了 叫我站在一邊等 海關的那個人 海關的那個人 給另外一個人 再試試過 因為過不了 之後 海關的那個人 好像是有點懶惰 還是什麼 就給我一個護照 就說 走啊走啊走啊 即是不扔印的 叫我走 我就是住這間酒店 這間酒店 他們說是整個 Suras的最美麗的酒店 他說是五星 但是 豬呢 價錢是貴不貴 價錢六塊水 港幣 都值得 好吧我錄到這裏 嘩很美 我錄到這裏 那就 有時間再錄吧 拜拜